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 从明确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强化人才引进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加大推广应用支持力度 和加强资金保障7个方面 推出了20条具体工作举措 针对核心软件 行业通用软件 新兴平台软件等重点方向 计划用5年的时间 推动深圳软件产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软件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信创 开源等生态体系繁荣 深圳市软件业 它实际上有一些卡脖子的领域 就是通过这个一次政策的一个出台 它的覆盖面是比较广的 它主要围绕一些重点方向 还有一些技术公关 人才 以及空间 以及市场主体 还有团队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些扶持的办法 我相信能够经过5年的一个发展 深圳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打造成国际软件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 若干措施中对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加大人才培养和招引力度方面 都提出了具体的资金支持措施 包括给予项目承担单位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资助 对符合条件的新建公共技术平台 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助 鼓励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来深创新创业 对承担工业软件 基础软件等重大技术攻关的核心团队 给予1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财政资金支持 对顶尖团队采取一事一役的方式给予支持 对顶尖团队采取一事一份颜色的项目 对顶尖团队采取一事一份颜色的项目